高雄明代揭露一名正式教師二十年來涉嫌性侵四十名男學童 直到去年 萊老師被收押 全案才曝光 有某國中的女性體育組長是涉嫌在四年來動手捏男體育生的胸部 但依法啟動調查後卻兩次認定性騷不成立 市府回應狼奇事件都無法容證 除了全面清查 狼獅事件是否還有受害者 也會對受害者進行心理輔導 博聚明家長陳晴高雄某國小男老師涉嫌長期性侵學生 被害人多達四十人 時間長達二十年 讓明代忍不住在議會質詢時開跑 二十年來沒有人知道 教育局不知道 校方也不知道 為什麼有辦法讓這個惡魔藏在學校二十年都沒有人發現他 明代無法接受這種老師藏身校園二十年市府卻完全不知情 教育局會持續地督導學校宣導性貧教育 以提升所有教職員工 及學生的性別意識和敏感度 據瞭解這名老師專對兒童之家的男學童下手 直到去年遭收押相關單位才知情 師傅強調去年三月接獲勤之後就組成 調查小組 也請老師入班輔導 搭配心理諮詢保護被害人 正全面清查是否有其他人受害 人本激進會表示此案沒接獲陳情 但也發現高雄某國中女性體育組長 四年來對十幾名體育班男同學做出捏胸等不當行為 通報後卻發現兩次調查報告都認定性騷不成立 家長第三次身負終於重啟調查卻指引學校懲處慢吞吞 在捏體育班男孩子的乳頭 然後那麼多的孩子受害 學校竟然還可以認定這不是性騷擾不用懲處 我覺得真的是荒謬到極點 我們必須所有的晚輩之後 那指導單位我們的上級戰爭讀單位 因為督導發現都沒問題之後 我們才能夠給雙方 市府回應重啟調查的結果 體育組長性騷擾 權力將會依法懲處 也強調不會姑息浪失事件 記者王庭陳顯昆高雄報導